Lazy,向前拍,拍,对不对? 连续两个之下,很容易迷惑到对手的 Lazy,向前拍,对手的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我上次讲过的Cross Jack 我认为现代很好用的一个技巧 主要这个技巧就是 你记住一件事 我们是客云 surprise对手 惊喜对手 记住 不要记住 假动作 不要太假 千万不要变成 绝招 Course Jep 记住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 刚刚阿豪 你见上一辑教学片 急停都是 绝招 減停 所以 过不过人家第一次 就是 绝招 減停 千万不要使出绝招假动作 明白吗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Course Jep 我个人认为是最常用的技巧 我们讲了 Course Jep的动作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第一件事 记住 它是运球和步伐的结合 这句其实挺废的 假设我 Strong Hand是右手 OK Course Over的时候 Jep这边 右手Course Over 向左边 动右脚 哪只手拍球 哪只脚 Jep那边 明白 整个动作变成 1 2 走 亦都加起步 再看一次 拍1 2 走 OK 如果你想再真一点的话 记住 拍 头向这边 头 眼神 是最令防守者 中计的一个器官 明白吗 一个假动作的灵魂 眼神 头 千万不要 明白吗 出老千 太假了 记住 我们拍 Jack 然后向这边 去拿 打招 在防守者的眼中 他会看到突然间 记住 你要突然间 突然间 一拍 你的球 向这一边 人向这一边,你就会吓云对手 对手会这样站定,或者会变成向后退四步 这个就是Cross Strap 但用的时候,那个时机就是要这样的 首先,假设我对阿豪,我们一定要Lazy Triple 明白,Lazy Triple 压 其实我刚刚加多了Cross Strap 我刚刚是这样的,放慢动作 Cross Strap Core 运球 压 明白不明白? 另外,刚刚还有一下呢 是因为他这样,泵开了阿豪的 为什么呢?阿豪也不知道为什么 拍,Jap 加上Off Hand 所以大家要练好所有技术 明白,记住拍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刚刚这一下呢,为什么我又上去呢? 因为记住,我脑子没有速度,也没有弹跳力 我跳不起,其实刚刚这一下我已经很痛了 我的手永远放在这里 压住它半个位置,我就可以上篮 你拨我,你拨我就上篮 你不拨我,你不拨我就上篮 怎么都死,明白吗? 那你试一下不要让我拨我,我就死波罗 哈哈哈 你明明offer是很厉害的,说真的 记住,我们先Lazy Dribble 插,压,出,OK 你记得Mb很多,选手都会用这个 例如Westbrook,Dorfer Mitchell都会用的 因为我们Lazy向前拍,拍,是不是? 连续两个之下呢,很容易迷惑到对手 是不是?连续两下,但是连续两下就难些了 它意识上比较难 记住,我们先拍,这一下我们要用到核心 明白吗?我们要用到核心 用到核心,你就有力冲出去 我们记住,拍球的时候 不是向横 不是向横 向前一点 就是我们在向前的东西 前一点 记住,我们的核心是推前 左右 推前 左右 明白吗? 难不难? 试一下 好了,接着我们来看看阿豪和CM示范 OK 阿豪先大球,可以后一点 Lazy Dribble 懒样样运球 停 我再说一次 眼神和头 是假动作的最大武器 喂,大哥 你一来就这样 可不可以给点气啊,大哥 放松一点 放松 不要笑 临时演员也是演员 是,Good 这球很棒 力量很强 但是整个动作有种太向前的感觉 是,记住我们是这样的 看着 不用球了 看着 过来 我们记住 我们是 刚刚你完全是这样向前做的 OK 你试一下是这样的 记住拍 拍 原地做了再走 对了 明白吗? 因为你太向前的话 有什么不好呢? 你再来 因为你的动作太向前了 我就不停退 明白吗? 你很难拼开这个人 你告诉别人 你记住 你那个Cross Trap 那个假动作 原意是要做什么 你告诉我 我去这边 然后 你去这边 这样 你本身是想着这样 那你一直向前 没意思 明白 再来试一下 慢点 Cross Over 先想定你要去哪边 去哪边 说 真实 你想 你去这边 那你记住 先记住 Cross Trap 是一下 但是整套动作 一定要加多一个Cross Over 在前面 就是什么呢? 我要去这边 你记住 当我右手大波 我要去这边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加个Cross Over 然后 才做 明白吗? 别人就会更加难捉到你 OK 再来试一下 喂 你说去这边 你刚刚不是说去这边吗? 嚇死我 你不是去这边吗? OK 再来多一次 OK 拍来看先 这边还是这边 这边 现在是这边 OK 那你即是右手过 右手大波 Cross一次左手 是啦 再Cross右手 然后再压 是啦 明白 明白 Go Cross 不是 太假了 可以再假些 记住 你用手 和重心去跑 你不是用核心起步 再来 拍 停停停停 不要继续Cross Over 一下而已 一下而已 你记住 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左手拍球就可以了 左手拍球 左手拍球 不是 你左手拍球 Cross右手 然后再Cross Strip 过来 是啦 明白吗? 左手拍球 Cross 压 不是 不是 組翁压 到了手 你记住 这个都是Lazy的 记住 我们左手拍 这下都是Lazy的 才走 明白吗? 再来 左手带着球 左手带着球 不要动 转右手 都是Lazy的 神經病 可不可以再假些 可不可以再假些 你觉得自己帥不帥 正常 真的不会说大话 神经病 太假 不合格 不合格 什么? 就这样做 我遮掩不了人 你明白吗? 你这套动作 很多人要合作 要合作 你一定要加多个Cross Over 才好用 你就这样单手用 其实很明显 OK Go 再来 你如果未熟 你未熟 可以先练 就这样做 我对你期望高 压 压 停 记住 拍球那一刻 已经是用Core压 你刚刚就是这样 来到 这里才做 不是 记住 我们拍 拍 压 明白吗? 这一刻是压下去 用Core的力量落地 所以来 拍 Cross 停 不要拐一下 球来到这里接 不要这样撈上来 拍 这边接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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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拍 Cross 对了 好一点 不要炒 哈哈哈哈 你说过来 来一球 来一球 告诉你不要炒 拍 拍 Cross 压 对了 但是呢 可以再加多一点 看向那边 刚刚你都是看前面 伸动 记住 头要向这边 明白 记住 头要向这边 头要向这边 记住 头要向这边 再来 最终的一球 浩试 来 对了 好一点了 但是突然性要再加强一下 不自然啊 那一刻怎么会扔这么远啊 放松点 Lazy 再压 不是啊 你刚刚记住 第一你向前做 是不是 你向前做 你向前做 你本身就是这个人 你压我不过的 你要记住我们是骗完走 这个动作是骗完走 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 蹦蹦走 而不是蹦蹦蹦走 你拉的动作拉得太长 再来 这下好些了 这下好些了 OK CM再来 轮住做 我们试一下最后一球 完美的我们就完 OK 准备 放松点 我怕怕的 出来 放松点 放松点 哇 这个点是cost jab 出来 拍 拍 不是 这个也不是cost jab 这个不是cost jab 不是 整个动作完成度太低了 看着 压下去 压下去拍球 不是 这下你用手拍的 你刚刚看到你用手拍 不是 不是用手拍 Core拍 明白 我们是这样 Core 然后走 明白 Core拍球 对 对 好些了 不要炒一下 最后一球 看看我们是豪时间还是CM时间 OK 我很害怕 CM进了 太假了 果然不会说谎的阿豪 是做不到假动作的 好 今天 完